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痴疮的朋友也可以多吃一点 因为他对止血缓解疼痛都效果很好 另外 饰品还可以出色斑 饰品中还有大量的维生素C 能够促进新细胞的生长 有美白的功效 可以有效的抑制黑色素的成绩 去斑的效果非常理想 再有 饰品还可以健脾味 饰品上的白色粉末可不是美菌 而是 饰霜 刷掉它 亏大了 带着这些饰霜和饰饼一起吃 味道更好 还能够养胃健脾 第四 饰饼还可以治疗口腔溃疡 有口腔溃疡的人感觉到疼痛难忍 涂药味道又很难闻 不如试一试 饰霜 便宜又有效 买些饰饼 洗干净 放进冰箱冷藏 等饰饼再次出现白霜以后 用小勺将上面的饰霜刮下来 密封保存 如果有口腔溃疡的时候 站一点 涂再换处 很快就好了 第三 我们再看看湿地 湿地可以改善心血管功能 它能够保护心血管 有效的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液流量 还能够活血消炎 心血管出问题的时候 用湿地泡水喝 病情会有一定的改善 最后我们来看柿子叶 柿子叶功效也很多 可以降血压 还能够预防血管硬化 喝湿液茶可以有效的降压和稳压 中老年朋友应该常常泡些水来喝 但是吃柿子还有如下的一些注意事项 大家要当心 第一个 不要吃生柿子 生柿子味道酸涩 吃多了会蛇麻 还有大便干燥 怎么吃呢 生柿子应该用塑料袋密封放几天 放了之后不酸不涩 好吃更健康 第二 柿子不要空腹吃 因为柿子里面还有柔酸 它和胃酸直接接触 容易生成胃结石 导致胃肠不适 第三 糖尿病还有脾胃虚寒的人 要少吃柿子 因为柿子还有很高的糖分 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 由于柿子全身都是良性的 那么脾胃虚寒的朋友还是要尽量少吃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